你体重多少啊 140 140斤啊 比我重 比你重呢 乡亲现场 大妈的体重被曝光 面对大妈140多斤的体重 大爷又会做何选择 今天来乡亲的是76岁的邓大爷 早在三年前 邓大爷就报名了我们的节目 可直到今天红娘才和她见上面 我太老化了 太固执 就感觉好像说 这个事应当是找个媒人 或者是同志给介绍就行了 还上啥电视 邓大爷这个人性格保守 顾虑颇多 虽然报了名 却迟迟不敢和红娘见面 那是啥原因让她终于想开了呢 孤独和寂寞 最能摧残和磨砺 人的那什么性格 通过你们做的工作 后续工作都负责 感动了 别看邓大爷外表看上去很普通 但其实她的身份并不一般 在四平就是八十年代 这就是在四平这是最好的位置 能住这样楼的 也都说是有个推出脸吧 但是现在事过境前一变化 这是最落后的地方 虽然邓大爷曾经有过显赫的身份 但如今的他却表现得非常低调 过去的事吧 咱不有句土话吗 好汉不提当年勇 后浪推前浪 我的亲属同志都说 叫你去这啥啥啥 我说我是退休老人 就完了 早在1996年 邓大爷的老伴就做了子宫摘除手术 2000年又摔坏了腰椎 这些年始终是疾病缠身 直到2019年 邓大爷总共花了将近七十万元 但最终也没能留住老伴离去的脚步 对此邓大爷从不后悔 因为在他的心里 感情永远比金钱重要得多 退休金第一说 说5980 别说满了 今天这个工资要涨了 6000多了再说6000 别看现在邓大爷的工资很高 但他对未来另一半的要求 却非常低 现在就是找低的不好找 找高的好找 就我说油盐柴米酱茶 行影不离 过日子的 这样的不好找 高 我就找这样的 这不是吗 另外在邓大爷的心里 还非常建议这样一种女人 大哥呀 你每月给我多少钱 我下话就得问他了 咱俩是什么关系 雇佣 你上我这是打工吗 每月得给你钱 你不打工吗 我的标子是找伴 所以说你那定盘行定错了 这样的就太多了 为啥我不说6000 58009 了解了邓大爷的情况后 红娘为他物色到一个合适的人选 你说你吧 我这个姐姐相当漂亮了 还有文化 咋的还带劲 不然还高 上面都挺好的 余大妈今年70岁 她这次来相亲 是她的老闺蜜安大妈给介绍的 安大妈也曾经上过我们的节目 只可惜相亲两次都无缘牵手 接下来余大妈坐下来 和红娘介绍起自己去世的老伴 丈夫去世后也曾有不少人给她介绍过老伴 但余大妈却总觉得不太可惜 我看了几个都没成 我出了几天也拉到她 最后又找一个 我能过了二年多 她吧 有点变心了 过二年多 不合适就走了 经历了这段为时两年的失败感情后 余大妈对未来的老伴 有了更高的要求 早得高等一点的 最起码工资吧 那个五千多的 以上的 有点文化的 最起码吧 她懂得一点 理 理 都不能听别人的 了解了余大妈的情况后 红娘觉得邓大爷各方面都符合她的要求 于是马上安排两人见了面 叔蒙没蒙 一开门 俩 一蒙没蒙 不蒙 不蒙啊 人家 有数我一遍 一开门竟同时进来两个大妈 红娘以为邓大爷会有些发懵 没想到见多时广的邓大爷 确实来者不惧 同时她还对两个大妈 都进行了细致的观察 虽然那个小个呢 个哪个小 看着 但是呢 看着挺老 这个 大个呢 看着挺的什么 我脚的年龄 他俩有点差异 所以说就 心里不猜是谁 我俩都看了 反正是你介绍哪个我就跟哪个谈 当红娘把于大妈介绍给邓大爷后 两人对彼此的印象敬得不错 她相亲的 我没啥意见 符合我的要求 不知道她啥样的 从演员上看的 还是可以的 用我的话说是笑面 面对新衣的于大妈 善谈的邓大爷也打开了话匣子 我这有三个好听的名 第一个是老大意壮 说我身体好 第二呢老母三算 说我干啥都算 你得明白 第三个老顽童 我接我那大孙的事 在巴巴罗学校 我跟他把小同学删下去 教育局的玩意儿 局长 他去科长去检查工作 面对侃侃而谈的邓大爷 于大妈的内心 竟产生了一些压力 于大妈退休前 是一名普通工人 而邓大爷却是 响当当的大局长 于大妈担心自己 和邓大爷日后相处 会缺少共同语言 可邓大爷的想法 却出乎常人的预料 我找班的标准 可不像你们想象 那那我的身份 和那那我工作的阅历 般配的 不可能 得知了邓大爷的态度后 作为参谋的安大妈 也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正不正见 人家说话 你看人家说话 那个眼睛 你看人家讲 你跟他外星家一样 就白个都不一样 看人家废不变 人家就是干净眼 他不再当兵 是当国儿的 立正眼一下就能看出来 从邓大爷的言谈举止 再到邓大爷家里的设施摆设 背入卫生 俺大妈那是100个满意 不料邓大爷 却说出了一个隐情 实在说 打手尾声 我找了重点过 虽然如此 俺大妈依旧是赞不绝口 他不口 他一点都不在口里 你就放心 看来对于邓大爷 俺大妈比于大妈都相中 接下来 于大妈也敞开心扉 和邓大爷介绍起自己的情况 我又没啥历史 也没当过兵 也没当过干部 我就参加工作 想想 结婚了 我就过掉视频 完了分到视频里 是 跟他一干 就当退休 听了于大妈 简单而朴素的经历 邓大爷不禁从内心 生出了一些好感 聊着一会儿 赶脚这个人 我不说非常成熟 也是 摸啪不滚打过来的 人家是比较手扑 做一般工作的 这就不错了 不跳潮 不再三万万三 到目前为止 二人相亲的气氛 一直比较融洽 但接下来 邓大爷提出的一个问题 却让现场的气氛 瞬间尴尬 被当面说 自己的体重太重 于大妈有些不淡定了 同时也有些不甘心 通过两个人的现场比较 于大妈的胳膊 确实比邓大爷粗 于大妈承认自己是个实实称称的胖人 但没想到邓大爷对此确实这个态度 胖瘦不是恒来一个人的各方面标准 身体好就行 一听这话 于大妈来了精神 因为别看他胖 身体却很健康 我也听出来了 他问我身体啥 三高我没有 一高都没有 当得知于大妈身体如此健康 邓大爷竟当面提出了一个要求 在于大妈的带领下 一行人很快就来到了他的家中 听了于大妈真心实意地表白 又看到于大妈这个温馨整洁的小家 此时邓大爷对于大妈已经完全接受 最后二人的相亲宣告成功